天然即降溫不只山上追血人多 诊所后诊区也满满患者 几乎都受到呼吸道疾病影响 近期一周内流感感染人次达到12.7万 再创近十年同期最高 感染比例低迷陷病毒突破四成 另外流感和副流感病毒也紧追在后 呼吸道感染的真的很多 大部分来的人的症状就是发烧 咳嗽比较严重的大概就是流感新冠 医师评估近期和108年疫情前相比 病患人数至少超过两成 而且自从去年12月至今 急诊病患一直处在高原期 统计截至22日下午5点 林孔长庚医院等待住院人数150亿人 台大医院70亿人 台北马街45人 而病患除了中风心肌梗塞外 新冠流感等病患的比例也高 更有不少是一家人都中标 选举很多大型造势的场合 春节前往南来北往 要群聚聚餐 能够打的疫苗尽量打 而如果感受到横喘意识不清 心跳不稳定还血氧浓度低 都可能是新冠重症警讯 另外低温天气加上绵绵细雨 老年族群心血管疾病发作患者 也增加两到三成 一时提醒即使是年轻人想骑车上山 务必要注重脖颈部保暖 另外也得适度活动身体增加血液循环 避免温差异大 身体负荷大 这里谢谢婉怡特别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